中国女性赵琴 甜美脸蛋被封为小赵丽颖 去年还爆出与同门师兄徐凯有点消息 让她受到关注 而近日她演出古装剧未有暗箱来 却遭网友批评 演技相当出戏且僵硬 就连场项都被纸和微博上的美照查很大 让大批网友质疑她照片 甚至还有网友认为她眼睛有点三白眼 对此老板于正就发文帮赵琴缓夹 于正表示赵琴年纪小贪吃了脸 但她知道贪嘴不对 已经很努力很努力的在减肥了 下回一定美美的出现在大家面前 并补充表示她做了近视眼手术 下次再见就没有三白眼了 不过网友就认为赵琴最重要的是演技需要加强 还拿饰演丫鬟的艾米做比较 认为还未成年的她演技直接碾压赵琴 在路网掀起热烈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